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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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要多一件起司機 沒問題 阿賀, 早就讓我出來 不是小孩有什麼事吧 小孩沒事 不是說我說 其實阿月、阿慶現在已經長大了 整天找她的餅廳有什麼出色 讓她們出來外面做事 見識有個世界 如果找工作難的 就叫阿卡幫忙, 她外面人面又廣 阿岳一向都是做公司的 最近轉了工作 去了阿卡的公司公司做 是呀, 那就介紹阿慶去吧 阿慶在一間廣告公司做 三個月了, 還做得很開心 阿慶真是 找到工作也不通知, 才是租包 讓我請她吃頓飯慶祝一下 是呀, 電話也沒過, 真是沒來回答 阿祖, 我這次約你出來 是想跟你談談關於阿卡 我覺得她真的越來越不妥 阿卡又有什麼不妥, 我不覺得 當日我們兩個離婚 我們也答應了對方 無論如何, 都要教好子女 你怎麼這麼說 我自問和熊兩個 已經盡心盡地教育子女 阿卡現在大學畢業生 第二項, 這樣還沒教? 你有教? 阿卡, 你教到他變成古神 他現在要不就叫, 要不就叫 我這幾天, 我的心好像被火燒 我真的很閉毅我兒子 變成一個病態賭徒 你這麼說話 你真是責怪我教為兒子 阿卡又有什麼?學人投資 現在逛街一個招牌摘下來 摘死六、七個, 都在炒股 兒女兒現在大了 你別當她是你店舖的麵粉 喜歡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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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就由得他們自由發展 我和你離婚十幾年 我從來沒約過你出來聊天 我當然是覺得事太嚴重 我才跟你說 我真的不懂得怎麼和你談 我覺得沒什麼嚴重, 沒什麼不妥 一個人拋棲就好了 千萬不能棄止 阿何, 你看你說話就是這樣 十幾年你的脾氣沒變過 喜歡發作就發作 我今天和你喝茶, 打算聊聊天 你安安一個罪名給我 還要離天大罪 阿卡不過是買股票 你說得他好像病太賭徒 你別駁我了, 現在不是辯論比賽 阿卡是我的兒子, 也是你的兒子 你不是想他走你弟弟的路嗎 你說話是不是越來越離譜? 說不就說, 說弟弟做什麼? 人都死了, 還把他拿出來說 好了, 算了, 我走了 阿卡, 你這個做爸爸的 你塞那個枕頭想清楚 這我想?我想什麼? 怎麼樣?不夠腳嗎? 表哥 麥太太正在塞車 你先擋月腳吧 不要了, 你知道我的牌子也不行 媽, 其實有些事想找你談 好, 我先出去吧 不用…一家人, 用不著迴避 你們一起談吧 什麼事? 沒有, 我聽人們在外面說 說阿卡在外面做事很奇怪 有一天到黑, 叫他炒股票 我怕他變成了職業賭徒或論盡 我在想, 可不可以叫他回到店裡幫忙 一方面我們可以照顧他 二方面我們這盤生意也要找人接手 早就應該這樣做 阿卡帶入畢業廣市 我已經這樣說過了 現在最好找他好回來 是呀, 阿虹不聰明, 弄餅浪費他 是呀, 一於兄弟般拍照 不過總是有點憂心 我怕阿虹不知道是否贊成 他怎麼會不贊成 阿虹這麼多年來 什麼時候會不為子女著想 阿祖, 你做老公別這麼想老婆 我知道阿虹愛惜孩子 但阿卡就不一樣了 這個阿卡也是 是呀, 阿虹說句句話也頂到癢 到現在為止也不肯叫阿虹做媽媽 阿虹的心不多不少也有點不高興 那不用怕 不如這樣吧 由我老人家開口, 我跟他說 你們兩個幫忙 無論如何, 要找到阿卡回來為止 這樣就好了 待會了… 待會了 待會了, 待會了 別說了… 我想跟阿森女搞生日派對再說 今年幫阿森女搞派對嗎 阿森女正式做醫生 是呀 兩件事一起慶祝就好了 好… 阿公, 你跟車康很熟 打給他們, 給我準備一部新車 阿森女, 這個蛋糕 是你媽媽和媽媽親手做給你的 喜歡嗎 謝謝媽媽… 媽媽開心得不得了 我孫女又漂亮又聰明女 阿森女, 為何不請你男朋友 我哪有男朋友 男士們聽到了 好, 把握機會了 表叔公 你表叔公說得對 男士們今天有機會了 可以逛媽媽政策 也可以逛外母政策 也可以逛外… 阿祖在哪裡 是呀 大姨, 新車 漂亮… 阿祖, 什麼時候買一部新車? 怎麼樣? 周伯, 難道你打算帶我遊車嗎? 傻丫頭 這部車就是送給你的生日禮物 送給我? 你是醫生, 回醫院方便很多 謝謝, 周伯 你不客氣了 阿祖, 你就好, 你爸爸那麼疼愛你 各位女士男士 大家這麼高興 不如跳回拍舞 好… 好… 吃東西吧… 阿熊, 我和你都很久沒跳過舞, 還沒? 阿熊, 卡昨天找我說 他說他在公司公司 還覺得沒什麼發展 想回來店舖幫忙 是嗎? 不過他說他平時經常得罪你 頂撞你, 擔心你不喜歡我 傻子, 我們是一家人 他肯回來, 我不知多開心 坦白說, 生意遲早都要去幾兄弟來接手 是吧,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說 我這個老婆是全世界最明白事 你最開通的人 糟糕, 你每次都要去機關槍 就這樣吧, 沒用的 我不會回店舖幫你 你真是傻子 你是加好月圓餅的太子 你不回去幫忙, 誰回去幫忙? 你蹲在我這個破壞公司 有什麼用?有幾千工資 三、四萬好嗎?有什麼前途? 你是陷著金鑰匙出生的 你用什麼在外面跟人打工? 你用什麼在外面受人氣?是嗎? 是呀, 糟糕, 你別這麼純粹 就算我想回去做 紅衣肯定不想我回去做 她想的? 她不想… 她想? 你當我是老人痴呆嗎? 我昨天跟她談過了 她聽得到不知道多開心 多想你回去做 總之還是那句 婆婆吃飯一定有古怪的 今晚你就回家吃飯 大家坐來聊聊, 看你什麼時候回店 看看做什麼職位 我已經約好了 隨便吧… 我打電話給Kent跟她說 今晚不去藍居坊聊天了 什麼?準時九點鐘到 什麼?九點鐘有時間聊天了 取消它吧 什麼?準時九點鐘到 Kar, 阿彌子 特地叫Bic做了你最喜歡吃的炸子雞 你看看, 給你來, 吃飯… 吃飯… Kar, 你看, 雞是否新鮮? 你先試試看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熊姨, 來吧, 要吃飯? 乖 Kar, 你在那間公司工作怎樣? 別再提了, 人事的事很複雜 你早就應該回來餅店幫忙 你是太子爺, 要不要在外面打工 受人氣? 來…不要吃炸雞 看看你要做什麼職位 跟熊姨當面談好, 快點吧 其實什麼職位我根本無所謂 對, 我主要是想跟熊姨學習 我知道內地市場有很大的潛力 我可以全盤計劃 首先, 我在那間店… Kar, 你回來工作我很開心 不過年輕人就要由低做起 你也知道我們質如蔥有間分店 店長剛剛辭職 我就打算叫你過去 不行, 質如蔥那間店 像豆腐潤那麼小 不, 我覺得那個職位適合Kar 不, 質如蔥總共只有四個潛力 在這裡工作 Kar, 畢竟是PR公司是管理 十個八個伙計跟著他 你現在做四個潛力跟著他 像什麼樣子? 不是, 我覺得這個職位適合Kar 熊熊, 生意上的事我不懂 我這個老人家給一點意見 我知道榮叔這兩個月退休了 有個職位空了是助理總經理 那就讓Kar去做, 跟著你學習 那多好呢? 好… 表叔公, 你看著他 有什麼不適合就說我表侄了 知道嗎? 好… 好…就決定, 來, 吃飯… 吃飯… Kar, 快點謝謝紅衣吧 奶奶, 我一向尊重你 你也知道我沒什麼不遷就你 但這次這件事就不行了 Kar一定要在質如蔥當店長 至於榮叔退休, 我會升阿元上去 表叔公升作我的特別葬領 Kar是我們長子的孫 是 就是因為他是長子的孫 我更加要他從低做起 更加希望他們日後可以成財 你什麼時候見過黃馬垮 二世祖友大作為? 阿熊, 你比Kar做這麼低的職位 你背後有人說你閒話 說你這個做後嫲娜的 我不管什麼後嫲娜, 前嫲娜的 當初阿元第一年在我們這裡做 我也是這樣對她的, 她做錯了一點 我就在所有員工面前罵她 我知道, 後面很多人說我 後嫲娜自前頭婆的兒子 沒所謂的 我就作三個字後嫲娜來做人 沒什麼重要得過 兒女日後可以成財 那又不一樣, 阿元那次只有21歲 阿卡30歲了 養兒100歲, 長休九十九 如果他們不生性, 教到九十九都要教 你別想吃, 誠懇點, 求求紅衣 看能不能給你一些高一點的職位 這炸子雞真的很棒 你還想炸子雞? 這麼想做什麼? 我回來只是想你深色而已 阿Kent 阿Kent 不用趕期, 你等我, 馬上到 好, 就這樣 媽媽, 我約了人了, 我先走了 芳姨, 你這個偉大的母親 教兒子教得你棉乾碎濕, 不行 快點再煮一塊雞, 補回一下 乖 好, 先走了, 祖爸 先走了, 各位慢慢吃 卡… 糟了, 這個兒子這麼脾氣 阿祖, 你有責任的 我? 當然了, 法官判了我們就是我們 你心軟, 阿Kent經常說一句 我只顧著媽媽 你就適合帶去見我咖啡店 那也關我事 現在吃飯時間了, 還看什麼? 不是收市了嗎? 香港收了一聲, 日本還沒收 也不明白為什麼你這麼大忍 有什麼好看的, 拿來 你不明白了, 我看著那些指數 不斷逢一升, 又升了五百點 一逢一升, 又掉到六百點 即是我們的腎上線、血壓、心臟 逢一升就不斷上, 逢一升就不斷下 即是…那種快感的感覺 你領略不了, 可以說 我領略不了 你拿回來吧 看看, 又升二百點 看…看飽了它, 你看飽了它 鬼忘寒媽, 蓋到你口腫臉腫 鬼忘寒姐, 炒你魷魚 你定點來 她炒光全公司的人都不會炒我 跟你有親嗎? 不是有親, 是有情的 你從平時她的眼光那裡 你察覺不到嗎? 她單你餓, 兩年 你…操飽? 你快賭股票賭到, 鎖了 走路也拿著大利士機 又在這裡碰到你? 不是又在這裡碰到我 是你整天不放我機 我特地在這裡碰到你 有什麼事? 就特地來找你和你談回店那件事 阿熊也不錯 從基層做起, 你熟悉運作 你說嘛, 至於工資方面 你表面就拿店長的工資 實際上我每個月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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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搞定了 我真是被你氣死了 那些餅舖將來是你的 你也不去打, 你又怎能? 還有, 近期我的心越來越覺得閉毅 我覺得你和家裡好像有道紅溝 你快來不是大近視了 你快來瞎了 紅衣怎麼可能被我叉戒在餅舖那裡 總之還是那句話 阿婆怕得快一定有古怪 所以你說完… 還沒說完的 Joba 最近我和卡齊工作 她說了很多小時候 你們家裡的事給我聽 紅衣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的 她很懂得耍手段 親一個, 中一個, 孤立一個 她根本有心分化他們三兄弟 是, 她很自私, 全世界最自私的就是她 你懂什麼? 我們的家事你就把嘴巴說出來 人家說也說 那你是不是覺得這個女人很偉大? 全心全意, 愛惜他們三兄弟 是呀, 她那份愛心我完全感覺到 做媽媽難, 做後底娜更難 我幾十歲, 沒見過這麼好的媽媽 更加沒見過這麼好的後底娜 儲得她是我的福氣 你和媽媽離婚之前 我們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你是不是覺得現在的生活 比以前更幸福? 有什麼不幸福? 有錢有面, 三代同堂, 妻言指孝 每個兒子女學有所成 有什麼不幸福?神經病 何媽媽, 回來了 降公嗎? 降公在家休息一下, 還躺著幹什麼? 這麼多盒子? 大生意, 區議員跟我們訂了四千盒子 派街坊 何媽 何媽, 怎麼樣? 沒事吧? 何媽, 你的救患油發作 快了你不好, 等我來就行了 沒事… 何媽, 不准你再碰了 何媽, 鍾山有一間中國合資 骨科醫院挺好的 我老公以前踢球 弄傷了一條人帶, 醫治也不好 所以搞了兩個療程, 挺不錯 不如你上去試試看 何媽, 那我盡快幫你安排一下 香姑, 有沒有電話還是卡片? 我先查一下 謝謝 姐姐 阿薩, 你什麼時候回來? 剛剛七點鐘機到香港而已 阿薩, 你中了什麼百萬歐元 你還要下酒菜嗎? 沒有, 只是酒店車 我本來打算是住酒店的 要不想想, 還是不好 親情重要, 龍床不及狗鬥 快幫忙去車尾箱搬行李 來吧, 阿薩, 過來幫忙, 來 小心點 你這麼重? 我裡面花了一千千元 小力一點… 我裡面的香氛果更貴 這裡還有, 麻煩你 就這麼多了, 是嗎? 齊了 好, 謝謝 謝謝 薩魚回來了 阿薩, 你是不是打輸了官司 所以這麼快回來 還沒夠兩個星期? 那宗官司?打完了 就算了, 蒲銀報紙也有賣 拍照, 在法庭外, 哭苦哭忽 你…你弄得哭苦哭忽嗎? 不是我 是我此道的臭小子哭苦哭忽 他財富白給了四百萬, 我和解 薩姨, 你是時候付錢給公公 姐姐, 我想過了 我現在失去老公, 下半輩子也應該有一個依靠 只靠這四百萬, 只會再吃山崩 我打算猜一百萬去你的餅店 我們兩姐妹就夾手夾腳 搞好餅店, 你說好不好? 薩姨, 你開玩笑吧 我們的餅店是手作仔, 何必這麼多資金? 是呀, 薩姨, 香港通脹, 樓價升 旁邊有個新樓盤, 上車盤 百多二百萬, 搞得好 是呀, 薩姨 你別再教我們了 姐姐, 你是不是怕我進了股 分薄你的餅? 看東西就不是這麼看的 你們的餅店就像雞仔餅一樣 如果我進了資金下去 雞仔餅也變成至尊薩餅 最多這樣, 你一刺牙 你就吃了煙藥、火腿 我就吃了餅皮 姐姐, 我和你爸爸一條搶出 這餅店我們兩個都有份的 對呀, 就這樣吧 如果我們倆姐妹合手合腳 弄好餅店,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你真的要低起心肝 用心做的 當然了 我現時便宜一百萬出來的 我比你還要緊張 就這樣吧 新鮮出爐的, 還熱的 你自己選擇 怎麼樣?你出了新車嗎? 想請我和河媽吃飯? 今天不行, 河媽待會要上中山看腰骨 我下午又要送餅 去老人院和社區中心 跟我一起送? 這樣嗎?那待會電聯吧 行了, 長氣, 就這樣吧 再見 河媽 尉素秋, 叫你別這麼操勞 尉素秋這個女生真是乖 快點, 別弄 怎麼弄傷腰部 是呀 行了, 真怕你們兩個 這宗大生意 這幾天你要搞定它 蓮子蓉 管家仔去了送餅的時候 店鋪你要看緊 河媽, 你自己一個人上去嗎? 不是, 香菇跟她去 她的頸子很麻煩, 生骨刺 我們倆就一起去 好了, 多長時間了 我們接香菇跟著去放車站 姐姐, 你看我帶了哪幾個人來 河媽 勤叔, 你什麼時候從澳門過來 不打電話給我? 這個你兒子阿好, 這麼大 二十六歲了 時間過得真快 對了, 你兩個寶貝兒子不錯吧 不錯…你怎麼樣?腰骨痛嗎? 老朋友來了, 偶爾就來探望我 沒辦法了, 年紀大了 這裡有瓶活樂油 我特地從澳門帶過來給你的 很漂亮的 勤叔, 你…你真是有心的 河媽 阿萍, 這麼巧?河媽 阿嫂, 你也來了嗎? 今天我們第一天上班 上班? 姐姐, 我現在入股, 我是大股東 我打算發大它來搞 我想做麵包 總之有很多計劃 所以就找他們回來幫忙 為什麼你不說聲? 什麼?我看到姐的腰骨痛得攤腰 難道我還去煩她嗎? 不然我做一點點都沒權 這是大師傅 我要倒茶罐水才請他們過來幫忙 我耍了一點, 但你… 管家仔, 坐視了 大叔, 你們努力在這裡做吧 好, 我要上去中山看看腰骨 好想走, 好嗎? 大叔哥, 記得打電話下來 好, 還行嗎? 你這個傻丫頭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管家仔, 不要這麼主觀看死你傻丫頭 總之這個星期你專心點 搞好那四千疙病 其餘的事, 等我回來再說 好 各位公公婆婆 這些餅子全都是腰骨園請大家吃的 好… 大家不喜歡 請大家吃的 謝謝 老公, 你也有份 很棒, 二豪叔 慢慢來, 人人有份 慢慢吃, 吃完還有很多 很漂亮, 沒問題 沒問題 真的沒事, 要你幫忙派餅 謝謝 下次記得幫忙一頓韓媽媽家 沒問題 老公, 這個賣餅的爺爺 又漂亮又細心 你也對人家比較好 這賣餅就是人家醫生 你這麼好心, 別這麼好心 他不單是醫生, 唱歌嗎? 好聽 拍照, 餐廢 停呀, 走去呀 七歲還是八十呀? 你是不是猴子徵托誓呀? 萬聳 不要再唱了, 一血撞車 不唱… 總之我自己開了 你待會去哪兒? 回店頭, 早上工作趕工 四千搭, 有時間做, 來吧 我還沒想到 你下個月上班, 不約同學出去玩 我哪兒都去過了, 什麼好戲都看了 之前那兩個星期都很開心 之後悶死我 我每天起來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你死定了, 香港醫生很大壓力 現在休息好休息了, 遲點上班就知道 弄得我現在有一點點害怕 有得你當醫生, 你說害怕 不如今晚我們反過來 我當醫生, 你症病了 也好 你可以來嗎? 我當然可以 以前我跟過韓媽做餅 我現在還記得那些雞仔餅怎麼做 尿南肥, 看看 尿南肥 快點再一次 尿南肥, 你一起唱吧 生女和我好嗎? 尿南肥 尿南肥, 開車了 好, 走… 阿祖 什麼事? 別看了, 有些糟糕 突然糟糕有什麼糟糕? 阿豪好像想追求心女似的 不是吧? 是呀, 大祖我們在街上看到她們拍拖 他倆從小到大, 阿豪當成她妹妹 帶她妹妹到處去玩, 什麼所謂 不是呀, 剛才我親眼看見阿豪 在他耳邊不停唱情歌 表哥, 年輕人的心態 我一看就通了, 看緊一點好 他們倆從小到大, 聊得近一點 我怕阿豪想多了 阿豪 阿豪, 祖寶, 這麼快到? 我走附近而已 我這麼急, 什麼事? 送兩塊餅也等不及了 好, 兩兒子說話就不用轉彎會國 最近你是不是跟素心走得很密? 你想追求他? 你說什麼?祖寶 誰跟你說的? 你不用問誰說的 阿豪, 祖寶不是想傷害你 我是不想自己的兒子 將來被人傷害 沒有, 素心現在是醫生 他有很多男生在追求他 回到家都不知道多少男生打電話來 總之素心不是你追求的 你還沒回答我 是不是那個女人跟你說的? 什麼這個女人, 那個女人 全世界當人媽媽的 關心自己的女兒也很正常 總之你不要再追求素心了 人家現在是醫生 你不要相信那個女人她是奸的 你看看, 一提到阿熊就戴上有色眼鏡 當正她是掘尾龍, 搞風搞雨 當正她是奸妃 其實她這個人沒事的 她沒事? 做得出食安眠又假裝自殺 她只會逼你離婚, 是不是嗎? 不是這樣 你明明是阿熊為人很重感情的 她當初做的事是因為她太愛我 上一代的事, 你不要管了 阿浩, 你已經長大了 你不應該只聽片面之詞 相信你何媽說什麼就什麼 我難為何媽千叮晚祝 叫我們千萬不要生氣你 因為你是我們爸爸 她沒錯 不代表阿熊就是壞了 你不要認為全世界的後弟 都是壞了才行 她進來我家, 打理得家裡很好 打理得我們的生意很好 我們不知道多開心 現在你們一家人真是很好, 很開心 阿卡當你們家純粹租房 時鐘酒店而已 阿元呢?變成像個縮骨一樣 阿忠就很苦惱惱 我見到忠仔只聽他說兩句話 現在做人很辛苦, 很不好意思 這樣叫好好開心嗎? 你看看, 你現在用什麼態度 跟爸爸說話?我們不好? 難道你很好嗎? 是不是天天推著車子通街送餅 叫做好好? 是不是天天風吹雨打 天天天曬叫做好好? 是, 我們是窮 打得三兄妹妹放了工之後 第一時間打算回家 我們住的不是你們那些豪華別墅 打得天天都是嘻嘻的過日子 我們現在有錢要什麼有什麼 不開心嗎? 難道像以前那樣回到家裡 開場的冷氣就怕沒有錢交電費 出店舖怕餅賣不去 沒有錢交足, 這樣開心嗎? 你覺得以前不開心嗎? 中秋自一家大小在天台上吃完餅 就說得不開心嗎? 小時候你跟我們說鬼故 玩戲院廁所遇到梳頭女鬼 嚇到我們整晚嬌落床底不開心嗎? 是的, 我覺得當時一點都不開心 行不行? 好學不學, 學了你學媽媽的壞蛋 有她說就沒人說 好傷好她跟你說 你是句句張道實, 真不懂怎麼溝通 我奮鬥, 我努力, 我發達 有什麼不開心? 我十幾間店有什麼不開心? 沒有理想進心 管家仔, 都叫你別那麼嘲笑了 我都說我的腰骨鬆了很多 店舖怎麼樣?勤叔做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這幾天在辦區議員單大生意 晚上回去工作, 他們就放工了 不過好像多了兩部焗爐 這樣嗎?我先回家了, 去店舖看看 出來了 韓媽 韓媽 韓媽, 怎樣?有什麼事? 沒什麼事, 做個慈禮貢鎮, 沒什麼事 那就好, 恭喜你 這次是多虧開古介紹 這麼美, 我真的有空想去看看 當然要 這些就是英皇道黃大嬸 娶媳婦的起餅? 是的… 先試一試 姐姐, 你回來了? 對了, 我們買了兩個焗爐 有全盤計劃的 第一樣是早上攪麵包 第二樣是發展低油低脂的蛋卷 很多東西要攪, 以後我們還要攪起芝士蛋糕 我想將來我們要聘請很多人 勤叔, 這些器餅是你做的嗎? 是的, 全部都是新鮮出爐的 勤叔, 我想你不太適合在我們店舖打工 你在這裡工作了幾天 我會計較半個月的工資給你 你明天不用上班 娜姐, 你在說什麼? 何媽, 做不做不要緊 我們幾十年朋友 你別說得像我弄壞你的招牌一樣 我的餅有什麼問題? 那些餅沒什麼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蓮蓉那裡 阿莎請你做買手的 我問你一句, 蓮蓉在哪裡拿貨? 不就是在代理那裡拿貨 我告訴你, 你的蓮蓉在上水拿貨 上水有一間工場 專門收集別人吃剩下的月餅 蓋上蓮蓉, 再很便宜地賣出去 你不能說出來就說 蓮蓉沒有蓮蓉味, 微微有一股益味 別人吃下去不知道 我何媽一咬下去就知道了 那些餅是吃壞人的 何媽, 你這麼說就是我落格 我豈料那間店這麼壞 就是了 芹叔, 你別說了 你在西環錦記那裡已經有錢貨 我何媽的餅當然不能用你 何媽, 你要不要說得這麼絕 我剛從澳門遲了一份工過來 房子都租了 你這麼假的, 只是一鑊而威我 我不是絕, 餅是吃到肚子裡 我不能用你, 芹叔 我… 何媽, 你家裡有個牙齒 我家裡也有一個唐氏綜合症的小孩 你記不記得1998年 你的電車滾下來 是誰背你去醫院的? 我現在沒有支票起來 你明天有十二點回來 拿那半句養人工吧 你亡因負義 你那時候的臉都白癩了, 不省人事 我怕十字姐趕不出來 所以背著你就跑到整條英雄那裡 跑到律敦治醫院了 我也怕我自己心臟病患 雷弟, 你這樣來對我? 是, 我受過你 因為如果你打羅打鼓 唱通家罷過亡因負義 我沒話說, 我就得嘴都不敢嘴 但是我何媽頂家不可以留你 你明天十二點回來拿支票吧 好…我今天也學了很多人 看清楚你的人是怎樣 我明明自己做錯了還不敢惡 你真是這麼壞 淑嫻, 雞仔餅是你做的嗎? 是呀, 今天做了多少個? 已經四百了 好了, 淑嫻, 你的手餅還不錯 做過幾十八間, 沒有做得長 來來去去都是因為冷靜 站久就說靜密曲張, 搓多兩個餅 又說怕網球抓 我幾十歲人, 站得腰骨傷勢也是這樣 不辛苦就怎得世間財 現在五點多 正常應該做到七百多個餅 勤力點吧 有錢賺, 我和薩姐都會加薩薩給你 而沒有商量的 何媽, 我明白了 我以後會勤力點, 努力點做事 我現在去做事 好, 請坐 蓮子蓉 我林恒交代你和我看著店舖 你是大師父, 你別告訴我 你看不出蓮蓉有問題 你別告訴我, 你看不出淑嫻在偷懶 你怎麼這樣也不說話? 我跟阿薩姐提過 她沒什麼管理就算了 我只是打工仔 打工仔? 你以前整支頂心慘地對我 你落難, 我想也不想就請你 中秋過晚, 你在咬牙關撲出來幫我 解開了我的心結 我和你的關係是主迫這麼簡單 我當你是紙疾 阿薩, 你也要拿心出來對我這個長輩 你別當自己是外人, 是不是這麼說 我會的, 何媽 我以後會幫你看著這間圖 幸好何媽回來 要不然氣餅都送到黃大嫂那裡 真想不到勤叔會這麼做 阿薩姐, 勤叔是值得炒的 伙計也可以罵 不過下次你可不可以跟我說一聲呢 阿薩, 你說早上烤麵包 用雞尾包、菠蘿包賣給別人 我不反對 便宜一點, 我想有得做的 至於說那些什麼低糖低脂的芝士餅 黑森林、薄餅、生日蛋糕 通通不要搞, 牛頭不搭馬嘴 完全不適合客人 不是呀, 阿姐 我覺得有些新潮的東西 放在店裡看起來不用太迷惱了 我說不搞就不搞 阿姐, 我是大股東 還有, 餅是吃下肚子的 不可以馬虎的 工廠的東西你不熟之前 碰也不要碰 我Cashe伯伯打算賣一百萬出來的 碰也不能碰 阿薩, 你聽阿姐說吧 阿姐做了幾十年 剛才做了幾天 遲些吧, 熟點手再算好不好 那我做什麼? 你的嘴巴這麼聰明 當然想辦法跟店舖多找生意回來 你可以去婚姻註冊處 看看有沒有人買喜餅 宣傳一下, 做店舖的招牌比較好 你說好嗎? 是呀…我以後只搞市場 那些餅我碰也不碰, 這樣行嗎? 不吃了 整個太黃太合格 所以說… 來…專心… 不合格… 我說過多少次 初面粉60%是陰力 剩下的就是實力和外心 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快出去看看 幹什麼? 小心 小心… 慢慢…這裡, 這裡… 阿薩, 幹什麼? 掛上加好月圓的招牌吧 是呀… 真是加好月圓的招牌 真是很漂亮… 真是很漂亮… 真是加好月圓的, 真是很漂亮 阿薩, 你搞什麼花筍呢? 這次我就幫阿薩了 我們早幾天談了前陣往事 真是越說越激氣 阿薩, 公公, 你不是說不再想 以前的事嗎? 我迫自己不想事 加好月圓的招牌是我想出來的 我記得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我下來香港在奇頭店賣餅 已經用了那個招牌 是被那個壞人騙了 我現在拿回來掛上去 有什麼不對的?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爸爸, 別弄那麼多麻煩 阿豪, 有什麼麻煩? 拿人的東西就說不對 現在拿自己應得的東西 掛上去, 有什麼不對? 天公地道, 女兒 那倒是, 街坊也知道 加好月圓的招牌 一向都是來掛開的 是呀… 不用你這麼多, 師父, 看看怎麼掛 爸爸, 你看看 真是漂亮得沒得受 阿祖, 我真是忍無可忍 我不再忍那個阿何了 又發生什麼事? 祖爸, 何媽又不知道為什麼 掛上家庭月圓的招牌上去 是呀, 還老年這麼大, 光殘殘 就是呀, 我沒見過有人 這麼死纏難打的 死也要搞點東西出來纏著你 如果我發聲, 整件事就沒彎了 不如這樣吧, 你跟他說一聲 先禮後兵 好, 真的沒事 有時候找些事來搞, 要搞麻煩 爸爸, 來, 很久了 來, 我們結帳了 找一間漂亮的餐廳 叫一個漂亮的牌子一邊聊 謝謝你, 金仔 我們都是窮鬼, 在這裡一鍾兩鍵是對的 有什麼就談吧 是呀…其實在哪裡談都一樣 是這樣的 最近阿何又拿回家庭月圓的招牌 出來掛這件事, 你知道的, 是吧 這不是太好 本來這件事, 我打算當面跟他談 但是你明白了 如果我跟他當面一談, 就搞得這件事沒有彎 所以我先找你談, 你叫他收回你的招牌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阿莎想回來香港發展 想去搞一間餅店 他自然用我的招牌 是呀 你知道我, 我一向最尊敬的人就是你 因為你這個人明白是你 而且你又好談, 你又說道理 所以我才找你談 我就是因為太好談 才被你孫兒騙上我的招牌去 你包起阿何的時候, 你走來跟我說 如果我肯給你這個招牌 日後還想把官盤了孫兒給你撫養 你這星期帶他們來探我三次 結果…我現在一年了 才可以叫我孫兒一次 還不是八月十五正日 而是八月十六才讓我吃一頓團圓飯 你這樣說話真是稀奇 如果小孩還小, 你還可以怪我和阿雄 為何不帶他們回來見你 現在他們每個謀高馬大, 有手有腳 他們自己不願意回來 他們不肯回來, 我沒辦法 你這個狐狸精阿雄 跟我三個孫兒子洗腦 打毒針, 落藥 教他們不要親媽媽, 不要親公公 什麼親情都不要 總之我不跟你說那麼多難、欣、碎、狗 加好月圓這個招牌這四個字 我公司是煮賊的 誰拿來用就叫他侵犯版權 監竟是一坐 我不是嚇你, 我跟你說法律而已 你這個飯骨仔 我真是很後悔當初不聽我死鬼女人說 他說你請雞臉 以後見所謂, 千萬不要請你這種人 但是我看你這麼可憐 總算眼鏡壞了, 你都找你還綁著她 我就請了你 想不到我這樣就害了我女兒一輩子 神經病 說話你是不是神經病 拿了人的招牌還這麼大聲 加好月圓餅加 全港九十幾吉 那個大老闆你們都知道 全香港人都知道 全香港人都知道你是最資格的男人 兒子, 別跑了, 別跑了, 別跑了 別跑了 你真壞兒子 你就貪這個狐狸精夠燒雲夠膩 是呀… 已經自己的老婆飛了 別跑了, 別跑了 弄得整個家都散了 你問問這十幾年來 你的良心有沒有後悔過 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擔掉了 這娘就是這樣了 我別跟你說了 人家說香港老人癡呐症多 你真是老人癡呐 老人癡呐 別跑了 老人癡呐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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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個杯茶… 喝個杯茶, 喝個杯茶 為甚麼要這樣對我 老人癡呐症多, 那個杯茶… 它還有男人癡呐症多 其實是真的是… 4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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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5點4點生 你很想要去想讓我看 人家修圍多了, 我有先愛我… 上每天拍攝買來… 又是誰… 剛才五百合、真正我… 在這裡… by bwd6